我提前从国外回来,就为了给陈宇一个惊喜,掏出钥匙,打开房门,卧室的门紧闭着,大白天的,莫非陈宇在休息,刚走到门口,我听到卧室里传来凌乱的脚步声,门被从里面反锁了,谁? 对,陈宇慌乱的声音响起,他不会以为家里禁贼了吧,我,手里捧着一束花,口袋里装着我从美国带来的项链,我有些激动,一个月没见了,我恨不得把陈宇疯狂地揉进怀里,你等我下。 过了大概三分钟,陈宇才打开卧室的门,他的脸颊有些红,低着脑袋,衣衫不整,发丝凌乱,眼神躲闪,怎么这么久才开门? 窗户居然敞开着,有微冷的风吹进来,陈宇赶紧拦在我面前,老公,你怎么提早一天回来了,也不通知我一声。 他脸上的笑有些僵硬,看到我手里捧着的花,他立刻堆起笑脸,谢谢老公,我好喜欢。 今天的他打扮得很娇艳,化了淡妆,脸上透着一股风情,我们结婚五年,孩子三岁,他在家里的时候从来不化妆的,今天的他有点反常,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啊,儿子呢? 房间空空,明显不在房间,在睡觉呢。 他拉着我的手到了隔壁房间,他的手心有些潮湿,房子结婚前买的,两室一厅,陈宇没有工作,有了孩子之后,成了家庭主妇,负责照顾三岁的孩子,过了暑假就可以把孩子送幼儿园了。 儿子躺在自卧的小床上,睡得正香,红彤彤的小脸,立刻让我父爱泛滥,我俯身在儿子的额头,亲了一下,儿子滚烫的额头,让我顿时紧张起来。 怎么回事,儿子发烧了? 我赶紧找出体温计,四十点一度,我回头凝视着陈宇。 儿子发烧这么高,他细米如真的性子,不可能会没有察觉。 他眼神慌乱,不敢和我对视,快送儿子去医院。 我抱起儿子就往外走,到了医院,医生的一句话让我差点崩溃,你们再送完五分钟,小孩子就没救了。 我拿着单据去缴费,手机忽然响了起来,陆续,你在家吗? 打电话的是公司的同事,李其心,我们两个在公司算是关系最好的,我在医院呢,怎么了? 我问,怎么会在医院? 他的语气里有些担忧,我儿子发烧。 儿子还没有脱离危险,我的心也一直揪着,哪家医院? 我马上过来。 李其心的话让我一头雾水,他找我应该有急事,缴了费,我看到抢救的医生刚好走过来,医生,我儿子怎么样? 我焦急地问,已经稳定下来了。 我们从你儿子的身体里,提取到了新型的非本二旦灼类药物,医生注视着我的眼睛,医生,我不太懂。 您能说明白吗? 我感觉这里面有事,换句话说就是,你儿子服用了具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导致的发烧及过敏性休克。 医生看了我一眼,意味深长,我脑袋嗡的一声,儿子才三岁,怎么可能吃安眠药,难道是晨雨? 我不敢想,手机再次响起,李其心说他到医院门口了,远远的我就看到一个身影朝我跑来,他的五官小巧精致,眼睛很大而有神,如珍珠,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水,你儿子怎么样了? 医生说,暂时稳定下来了。 李其心捂着胸口,喘着粗气,看了看我身后,你老婆呢? 在看着我儿子,哦,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下,你别生气。 说着他把手机递给我,我愣了一下,有些不明白他的意图,你看了就知道了。 那是一段视频,从外面看好像拍我的家窗户,镜头拉近,我的怒气嗖的窜了上来,一个赤着上身,只穿了一件短裤的男人,正从窗户里面往外爬,他的一只手悬在半空,随时都有可能跌落下去,摔成肉饼。 我们家在十九楼,他生还的几率为零,他是谁,他为什么不去死?半个小时前,别人无意间拍到发给我的。 我,李其心没有说下去,谢谢你。 我挤出一丝笑,应该很难看,我先走了。 保重!李其心离开之后,我努力装作很平静地回到病房,儿子已经脱离了危险,陈宇在坐在床头。 精神有些恍惚,在没有拿到绝对的证据之前,我不能打草惊蛇,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男人,敲试陈宇跟别的男人偷情的实质性的证据,在这之前,我必须演戏。 老婆,你也别太担心,医生都说了,儿子会没事的。 陈宇靠在我的肩膀,都怪我,如果因为我导致儿子有个三长两短,你一定不会原谅我吧? 我没有正面回答,说什么呢?儿子不会有事的。 在医院住了一天,医生又给儿子做了检查,没有大碍,我们就把儿子接回了家。 我让陈宇去找学校,帮儿子明年上幼儿园的理由,把他支了出去。 然后在家里安装好了提前准备好的针孔摄像头,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。 这一次,我要钓鱼,第二天,我照常去公司,李奇心担忧地看着我,特地给我买了早餐。 中午休息的时候,我在楼下抽烟,李奇心装作不在意地走到我身边,你也别多想,也许是个误会呢。 我相信他。家丑不可外扬,而且我的计划也不能让外人知道,李奇心脸上闪过一道尴尬,晚上你有时间吗? 我想了想说,有。 我给陈宇打了电话,告诉他,晚上我会晚点回去,我也想看看我不在家的时候,陈宇会不会挑战我的底线。 李奇心把我约到附近的一家饭店,他问我,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吗? 李奇心喜欢我,从我进公司那一刻就知道,李奇心是老板的女儿,姿色超群,追她的公子哥数不胜数,但李奇心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们一眼。 他对我表现出来的好感和亲密,让我在公司成了男同事眼中的情敌,我查到了一些线索。 李奇心说着,递给我几张打印好的A4纸还有照片,这是我托人查到的,也许对你有用。 谢谢你。 我把那些东西收起来,李奇心犹豫了片刻说,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我。 我愣了下,他又继续说,我不介意你结过婚有孩子。 他在暗示,而我却没有办法给他答案,脑子里是陈宇的影子,陈宇,高中是暗恋的对象,那个时候的他,在我的心里,犹如清水芙蓉,绝尘脱俗,而我,家境不好的穷小子,只能默默地在心中喜欢着他。 可能他都不知道,班里,有我这号人,高中毕业,我考上了京城一所重点大学,而他却人间蒸发,杳无音讯。 再次遇到他是三年后,那个时候的他,脸色憔悴,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,通过其他人得知,他过得并不好,上了一个很差的大学,还没毕业,就被勒令退学了。 至于原因,无从得知,他在我的心里一如当年,我生出一丝怜惜,开始追他,此时的我,已经有了让他幸福的资本,我在京城有自己的公司,员工虽然只有七八个人,但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,车子,房子。 在那年圣诞节,我向他求婚,送上定制的钻剑,他热泪盈眶,第二年的情人节,我们举办了婚礼,那年十月,就生下了小叮当。 对于我的家庭,事业有成,交期相伴,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,只是我工作太忙,我父母年纪大,住在乡下,腿脚不变,也不指望他们照看孩子。 陈宇照顾孩子很辛苦,所以在陈宇身上,我从来不吝啬,我努力生活的意义,就是为了他和孩子过的幸福,只是我没想到,陈宇会在我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时候,给了我致命一击。 李奇心给的那些证据,除了陈宇的通话记录,还有就是,跟某个男人在一起的照片,只是照片拍到的,都是男人的背影,不过这些证据足以证明。 陈宇背着我出了鬼,我的心里压抑难受,我很想抓着陈宇的领子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,我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吗? 还有小叮当的病情,安眠药,连三岁的孩子都不放过,这里面一定有问题,我握紧了手。 陈宇,我会让你承受我的狂风暴雨般的愤怒,回到家的时候,我依旧买菜做饭,小叮当已经精神多了,看到我,开心地扑到我怀里,在我脸上亲了一下,软糯地叫爸爸把我的心都融化了。 吃过晚饭,我陪着小叮当玩了很久,把他哄睡,陈宇钻进我怀里,在我耳边呢喃,老公,换作以往,我一定承受不住陈宇的撒娇,会立刻把他扑倒在床上。 但是在知道了陈宇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偷欢的时候,我只觉得恶心,我告诉他,这几天生意忙,有点累,睡吧。 他眼神有些忧怨,靠在我怀里,用商量的口吻低声说,老公,今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,咱爸看上了一辆车,四十多万吧。 看看你这边有没有闲钱,先让他用着。 买车,我想起岳父那张贪得无厌的嘴脸,当时我追陈宇的时候,他张开两百万的彩礼,而且还必须让我在市中心买一套三室的学区房。 当时的我,处于人生最低谷,创业被坑,负债三百万,整天被债主堵着门要债,我跟陈宇在一起之后,在岳父身上,我花了不下几十万,逢年过节,好烟好酒伺候。 只为他能同意我跟陈宇在一起,陈宇是我心里的朱砂质,白莲花,曾经我此生的目标就是能跟陈宇在一起,所以只要我有,我全倾尽全力,毫不吝啬。 即使如此,每次见到岳父他都会对我冷眼相待,他说他闺女完全可以嫁一个身价过亿的富豪,嫁给我,自讲身价,虽是百般阻挠,但最后还是被我用钱给砸服了。 毕竟逢年过节,我都会拿出一两万的红包,送上各种好礼,名贵服装,手表首饰,但在我的心里,留下了无法解开的节,他不是有车吗? 我结婚前就出钱给他买了一辆十几万的哈服,当时的最高配,才开没有几年,那车都开四五年了,他身边的朋友都开路湖宝马的,你也知道,他爱面子。 陈宇在我耳边吹风,你也知道他脾气,如果不满足他要求的话,会给咱们增加很多麻烦。 我心里冷笑,爱面子,所以就把我当成提款机,如果在陈宇没有出轨前,我或许还会考虑,如果岳父对我有一点好,我也会拿出几十万给他买车,但是现在,我不想再做冤大头,买可以啊。 我告诉陈宇,目前钱都在公司账上,想要从账上提钱,得写个借条,陆续,你过分了啊。 那是咱爸,你居然还让写借条,陈宇嚷了起来。 我提醒陈宇,那是法律的规定,公司的钱,不等于我个人的钱,可以随意乱动,陈宇妥协了。 说要跟岳父商量后,给我答复,他抱着被子,去了隔壁房间,关门的时候力气很大。 早上的时候,我做好早饭叫陈宇,我们都没有说话,他在怪我在岳父买车这件事上小气。 而我则想看看,他跟别的男人偷情过后,还能做到如此心安理得的。 他终于忍不住说,岳父同意了,写借条,问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。 我告诉他,写了就能拿到,下午岳父登门了,脸色很差,恨不得把我吃了。 我让他按照规定写好借条,把钱通过公司账户转到他的名下的卡里之后,他气呼呼地走了。 很快我就在朋友圈看到岳父的一条消息,他提了一辆雷克萨斯,照片里的他站在车前,大金链子名牌手表,墨镜小包,一副爆发户的样子。 谁都知道他一身行头,是从我身上榨取的,今天是周末,我答应过小叮当,要带他去游乐场玩的。 陈宇说,他今天跟闺蜜约好了,去三里屯买包,就不跟我们一起去了,让我好好带孩子玩。 他今天的妆很精致,有点像是约会,陈宇的闺蜜我认识,都是我介绍的。 不是这个老板的千金,就是那种董事长的小秘,一个个花钱的能手,至于陈宇是不是去买包,很快我就能得到消息。 我带着小叮当,在游乐园玩了好多项目,旋转木马,摩天轮,小游艇,小孩子的世界就是简单,他的眼神干净清澈,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,我在想,为了小叮当。 为了这个价,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做个绿毛龟忍下去,但是心里的满腔怒意告诉我,我凭什么忍? 微信接到一条消息,是一个我前两天联系的私家侦探发给我的,我给了对方十万块,目的是收集陈宇出轨的证据。 对方发给我的一段话,还有视频,视频里,陈宇被一个男人按倒在床上,两人正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构合,我握紧了拳头,见人,爸爸,我想妈妈了。 小叮当的话,让我立刻清醒过来,我们跟妈妈视频好不好。 我脑子里已经有了想法,小叮当立刻开信地答应了,我带着小叮当到了车里,打开了视频通话,开始的时候没人接听,我就一直播,终于看到了镜头里的陈宇,干嘛我在看衣服呢? 陈宇怒怨气很大,估计是我破坏了他的好事吧,妈妈,你在哪儿呢? 小叮当问,陈宇说他正在试衣服呢,这鬼话估计只能轰轰小叮当这样的三岁小孩吧,妈妈,我想看看你的新衣服。 小叮当按照我教的一字不差地说,我忍不住对小叮当竖起大拇指,果然是我儿子,聪明。 陈宇没有想到小叮当会提这个要求,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等回去给你看好吗? 儿子,现在妈妈不太方便。 这倒是事实,毕竟正跟一个男人行不轨之事呢。 陈宇忍不住又叫了一声,我感觉在听下去,我会忍不住砸掉手机,你先忙吧。 结果都在预料之中,何必给自己找不开心,挂断之后,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了。 陈宇是什么时候跟对方勾搭在一起的,现在我已经知道了那个男人的样貌,有点眼熟。 但我想不起来是谁,斯嘉侦探还没有给我那个男人的信息,我的目光落在小叮当的身上,心里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,我不敢去想。 如果真的是我不敢面对的那个结果,我该怎么办? 小叮当抱着我的脖子,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心情很糟,他在我的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,小叮当长得像陈宇,大眼睛,皮肤很白,比网上那些童装模特都好看。 我引以为傲的儿子,爸爸不想伤害你,大人们的恩怨跟你没有关系。 陈宇晚上回来的时候,已经是凌晨了,他扔下包,就抱怨逛街逛得太累,他去洗了澡,我在客厅抽着烟,他从洗手间出来,立刻厌恶地看着我,陆旭,你怎么搞的,干嘛在家里抽烟,你不知道二手烟对孩子伤害大吗? 他裹了浴巾,头发上还在滴水,我承认陈宇即使生过孩子,但身材保养得依旧如青春少女,他坐在沙发上擦着头上的水,我看到了他脖子上红色的吻痕。 他察觉到我的目光,脸上闪过一丝慌乱,抱怨说这鬼天气都入秋了,还那么多蚊子,见我不说话,他估计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,找着话题。 对了,我明天要带小叮当回我家一趟,我妈都一周没见外孙了。 明天我还要见一个大客户,我告诉陈宇,明天我没时间过去,顺便让他替我给岳父带点上好的茶叶,我跟陈宇彼此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。 而我很清楚,我们之间已经仿佛是一个苹果,外表完好,内部已经慢慢的溃烂,公司约的这个大客户是李奇心特地给我安排的,对方是某个500强国企的高管,手里能动用上亿的资金,换了一套合身的西装,时间,地点,李奇心已经帮我约好了。 自然,李奇心是要跟我一起去的京城某个CBD位置的咖啡店,李奇心早早就在门口等我了,今天的他穿了一件黑色休闲礼服,超短裙下,一双奇长白细的腿,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。 他身材恶挪,头发挽起,瓜子脸上,明眸善烂,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对方的背景,提醒我,如果这次能成功,我的提成估计就能拿到上百万。 当初我落魄的时候,遇到了李奇心,后来无意间进了李奇心父亲的公司,李奇心帮了我很多,如果没有他,根本没有我的东山再起,李奇心是我的贵人。 只是遇到他的时候,我已经结婚,老婆怀了孩子,他来了。 李奇心立刻打起精神,站起身,等我看清那张脸的时候,我握紧了拳头,这人不正是斯嘉侦探给我发的视频里的那个人吗? 他跟陈瑜滚床单的那个男人,杨子晨,他也在打量我,目光深邃,嘴角带着笑,跟我寒暄了几句,然后说起我们的合作,基本上谈得比较顺,前期李奇心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。 在最后签合同的时候,他忽然抬头,意犹所指地看着我,有句老话说,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,必定有一个出彩的女人。 我很好奇,陆总做得这么成功,家里的娇妻一定很漂亮吧? 她是在故意挑衅或者激怒我,如此明目张胆,看来是早有准备,如果我被她激怒,很可能我纠正中她的圈套,女人如衣服,不合适了就换。 一旁的李奇心白了我一眼,她估计没有想到我会说出如此轻薄的话,回去的路上,李奇心气呼呼的一句话都没说,快到我家的时候,她终于忍不住问我,在你心里,真的女人可以随便换吗? 我告诉李奇心逢场作戏而已,不用当真,你身上的那件衣服已经脏了,为什么不换? 我愣了一下,苦笑起来,身上的衣服是脏了,但毕竟穿了那么多年,有感情了,我准备开车把李奇心送回去,陈宇的电话却打了过来,她的声音很急迫,问我现在在哪儿,让我马上去岳父家,我只能先把李奇心放下,让她自己打车回去,要知道她这个富家千金,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她过。 到了岳父家的时候,就看到岳父和岳母的脸色很差,陈宇和小叮当坐在沙发上,愁眉苦脸,这是怎么了? 房间里的气氛明显不对,陈宇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事情的经过,原来岳父在提了车之后,忍不住开出去炫耀,拉了几个牌友,准备兜风,却在一个巷子里把一辆劳斯莱斯给撞了,急于逃跑的时候,却又把一个老人撞成重伤,然后快速开车逃离了,陆续,你要救我。 岳父慌乱乱的眼神,恨不得立刻跪在我面前,如果我被抓到的话,一定会被判刑的。 岳母也在一旁说,陆续,我们都知道你人卖广,你不能不管你爸,如果他被抓进去了。 我也不活了,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,别提多伤心,爸,妈,陆续不会不管的,对吧,陆续? 你喝酒了吗?我问岳父,岳父开始的时候还想否认,但是他是酒如命的星子,不可能不喝,你想让我帮你,就如实告诉我。 岳父低下头,他知道自己骗不了我,见他默认,我感觉这是我已经解决不了, 我虽然人脉广,但交通肇事逃逸,撞了人,已经达到了量刑的标准,我只能紧量,我不能保证一定能帮。 岳母忽然站起身,让我跟他到房间一趟,关上房门之后,岳母说,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帮你爸,就看你越不愿意了。 原来他们已经想好对策了,我问是什么办法,岳母似乎有些为难,她说,还是让陈雨告诉你吧。 我们出去之后,岳母朝陈雨使了眼色,陈雨让小叮当先去房间玩,等客厅里只剩下我们四个人的时候,陈雨开口了。 这件事,我们三个论了很久,实在不行,只有最后一个办法,我爸胆子小,一旦被关进去,他整个人就毁了,你也知道他爱面子,如果让人知道他犯了这样的事,比较他命都难受。 所以,他抬头看我,我已经猜出他想要说什么了,只是我还抱有最后一丝幻想,毕竟结婚五年,总有点夫妻情义吧,我希望你顶替我爸,警察查起来的时候,你就说你开的车,因为撞了劳斯莱斯,担心赔不起。 所以,慌乱之下,没有注意到路边的老人,我忍不住冷笑,真够狠的,我除了绿帽侠,还多了一层身份。 北国侠,他们一家还真是看得起我,不好意思,这个忙我帮不了。 我直接拒绝,岳父立刻就怒了,陆续,你怎么回事? 我用到你的时候,你就推托,当初我让陈宇嫁给你,真是瞎了眼。 岳母也在一旁帮腔,说我不近人情,说当初就不应该同意我跟陈宇的婚事, 从他们家出来,我感觉特别的轻松,我终于拒绝了一次,只是一想到小叮当还在他们家, 我又忍不住重新折了回去,隔着门就听到里面在争吵,伴随着岳父砸东西的声音, 我的耳朵里戴着蓝牙耳机,我进去的时候,偷偷在我坐的沙发下面,放了一个窃听器, 如今他们正对我的表现大发雷霆,小雨,现在怎么办? 她不同意。岳父的声音,除了让她顶替,没有其他办法。 岳母的声音,你们也看到了,她根本不听我的。 陈宇的声音,岳母,那咱们就一口咬定是她撞的,到时候她关进去了, 你就离婚,以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子晨不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吗? 你这样的还筹架不出去,但是陆续毕竟是无辜的,虽然我并不爱她, 但是这么多年,她对我们够好了。 你现在还替她说话,连帮我都不帮,这样的女婿有什么用? 你马上让杨子晨到咱们家吃个饭,等陆续进去了,你就嫁给她,我和你爸站你这边。 我没有再听下去,他们一家的三官彻底击穿了我的认知底线,既然你们要害我,我何必在乎你们? 我给四家侦探打了电话,让他调查清楚杨子晨详细信息,然后又回到家里,开始翻看家里的监控, 在我跟陈宇睡的那种床上,在我们的婚纱照下,陈宇跟杨子晨彼此忘情, 四家侦探很快就给到我杨子晨的消息,原来杨子晨跟陈宇在我之前就认识了, 当初陈宇没有考上好的大学,很跟杨子晨有关, 有三年的时间,陈宇人间蒸发,似乎是跟杨子晨在一起, 这就有故事了,看着杨子晨的资料,无非是家世显赫,有一定背景, 身边女人无数勾搭过的女人数不清,有明星,模特,学生, 还有结过婚的少妇,这完全一个现世版的海王, 而陈宇还被蒙在鼓里,傻傻地以为跟我离婚后,杨子晨会娶她吧, 当天,陈宇并没有回家,而是住在了岳父家,至于他们想做什么, 我已经一清二楚了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陈宇居然主动向我提出了离婚, 她的理由听起来可笑,说我没有把她的父母当父母, 看来是找好了下家,连离婚都是那么潇洒, 我让她找个时间好好聊聊,离婚不是不可以,但是以他们家的性子, 一定会向我开条件,陈宇把小叮当留在了岳父那, 看到我的时候,态度也是出奇的差,这是离婚协议, 你没有意见在上面签字就行,不能在一起了,就好聚好散。 我扫了一眼,她提的条件让我提小皆非, 房子归她,车子归她,公司70%的股份归她, 更离谱的是,小叮当也要归她,你还要再考虑一下吗? 我问,有什么考虑的?我爸都那样了,你还不愿意帮忙, 我嫁给你有什么用?她一份填膺,仿佛错的是我, 我真的好奇,曾经我深爱的女人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, 是我当初瞎了眼,还是脑子一时发热, 不过现在我已经懒得辩解,至于她提的离婚条件, 很抱歉,我可能一条也做不到,我已经让人收集证据, 过错方不在我,至于小叮当,我也会争取, 借盘侠比我有钱,我何必太大方? 你爸撞了人,出LA事,为什么要让我顶罪, 我欠他的吗?还是说,我的作用就是被你们用来牺牲的? 我的话让陈宇的脸色有些难堪,你别给自己找理由, 现在我们两个必须离婚,你放心,该是我的, 我一件都不会放弃。 我并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,陈宇气呼呼地走了, 同时把家里她的衣服化妆品也都清理得干干净净, 我苦笑,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哪做错了, 不过警察还是很快找到了我,说我涉嫌肇事逃逸, 让我去配合调查,除了我,陈宇和岳父母都在, 他们见到我,立刻指着我说,就是她,撞了人,想让我顶罪。 我发现我还是低估了他们家一家的无耻程度, 警察并没有问我怎么回事,直接把我关押了起来, 在那个黑漆漆的小屋内,我反思自己跟陈宇婚后的生活, 我终于明白,那个女人真的没有爱过我, 婚后的她,很少关心过我, 我去国外出差,从来都是我主动联系她, 她的朋友圈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我, 尤其是我想要跟她亲热,还要看她的心情, 如果她不想,我就不能碰,回顾以前的一切, 我还真是傻得离谱,很快我就被放出来了, 来接我的是李奇心,她有些心疼地看着我, 忍不住在我脸上咬了一下,你个笨蛋。 李奇心把我送到家,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, 我有些无奈,李奇心收拾了一下, 陈宇那天离开之后,估计就没有再回来过, 李奇心问我,以后有什么打算, 我摇头,暂时还没有想过, 不过对于陈宇一家,我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, 我已经弄到了岳父开那辆车, 并且肇事逃逸的证据, 不过现在,我还没打算叫给警察。 做事留底线,以后好相见, 他们却把底线给破了,既然他们要玩, 我当然要陪他们玩玩, 李奇心看我心情不好, 说要留下来陪我, 反正两个房间,我没有拒绝。 半夜的时候,门被忽然撞开了, 我看到陈宇披头散发地冲进房间, 冲着我脸上扇了几巴掌, 他骂我人渣,并且说不会放过我。 他愤怒的模样,让我心里一阵开心, 虽然脸上火辣辣的疼, 隔壁卧室李奇心也听到了动静, 穿好衣服跑了出来, 直接把陈宇给推开了。 我第一次见李奇心飒爽的一面, 陈宇根本不是他对手, 我几乎忘了, 李奇心跟我说过, 他是跆拳道黑带, 您这对狗男女, 您等着。 说着, 他气呼呼地跑了, 李奇心喘着气, 他凝望着我, 忍不住笑了两声, 你告诉我, 你做了什么? 他为什么那么生气? 我笑而不语,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 岳父母那边, 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, 岳母说要跳楼, 岳父躲在房间里不出门。 陈宇把小叮当丢到家里, 一个人出去寻清静, 我可怜的小叮当, 我必须想办法把他接过来, 开车到了他们家门口, 这个时候, 我可以确认陈宇不在家, 也许去跟他的拼头约会去了吧。 岳母打开门见识我, 没好气地问我来做什么, 还说看到我就晦气, 小叮当听到我的声音, 立马开心地跑了过来, 爸爸, 爸爸, 我想你了。 我的心软了下来, 小叮当, 爸爸对不起你, 不应该让你在三岁这个小小的年纪承受这么多, 我抱起小叮当, 岳母想要夺, 但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, 我带小叮当去玩几天。 不等岳母同意, 我赶紧跑开了, 小叮当靠在我肩膀上, 问我这几天为什么不来看他, 我告诉他爸爸忙, 又出差了好多天, 我有些内疚, 毕竟小叮当那么单纯, 我是在骗他, 在一家医院门口, 我告诉医生, 我要做DNA亲子鉴定, 医生见怪不怪地让我缴费, 在我做亲子鉴定的那家医院, 我见到了被岳父撞到的老人, 并且表达了我对他深切的问候, 果然, 属于岳父他们的报应还是来了, 按照我提供的证据, 警察很快查清楚, 那次交通肇事的元凶正是岳父, 而陈宇找到了我上班的公司, 李奇心问我要不要见, 他可以让门卫把陈宇拦在大楼之外, 见, 当然要见, 不见他怎么可能死心, 几天没见, 陈宇憔悴了很多, 我想到当初遇到他的时候, 他就是这般模样, 他扑通跪倒在我面前, 陆续看在我们五年夫妻情分上, 求你救救我爸爸, 不然我们那个家就散了, 周围已经挤满了吃瓜群众, 我有些无奈, 让李奇心把他扶起来, 你爸做的事, 应该自己承担, 尤其想到, 要拿我当替罪羊的时候, 我就会莫名地生出一股怒气, 我能看看小叮当吗? 他并没有过多地在岳父那件事上纠缠, 估计他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, 不管我多么恨他, 但他毕竟是小叮当的亲妈,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见小叮当, 我让人把小叮当送了过来, 他看到小叮当, 立刻一把鼻涕一把泪起来, 我有些愕然, 他已经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起来, 说我多么的食恶不赦, 渣男附体, 说我跟李奇心私下苟且, 说我们一对狗男女, 不顾忌他们母女, 还说我在他怀孕的时候就跟李奇心勾搭到了一起, 天, 那个时候我根本还不认识李奇心, 我呆住了, 李奇心更是没有想到陈宇会来这么一套, 他起得脸色胀红, 论脸皮和无耻程度, 他怎么可能是陈宇的对手, 李奇心警告陈宇, 再敢在这里胡说, 就让人把他赶出去, 他丝毫不惧, 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, 很快就有几个记者扛着摄像机, 拿着麦克风冲了过来, 对准我和李奇心一阵猛拍, 耳边还有陈宇窜多的声音, 说快看看, 这对狗男女, 不顾老婆和三岁孩子, 简直就是扎中之扎, 因为我和李奇心身份特殊, 我们在公司身处高层, 这个事件一曝光, 自然影响巨大, 我们立刻就火遍了网络, 上了热门, 评论里全是对我和李奇心的谩骂和声讨, 还有人人肉到我们公司地址, 寄送刀片, 事情的发展严重程度超乎了想象, 在海南度假的李奇心的董事长父亲得知消息, 立刻连夜坐飞机赶了回来, 为了消除这件事对公司的影响, 我被撤了职, 我还有自己的公司, 影响并不是很大, 但李奇心就不一样了, 他在上层圈子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 弄得他好多天没有赶出门, 我给他发消息表示内疚, 李奇心却毫不在乎地安慰我, 说有我陪着, 天塌下来都不怕, 小叮当被陈宇给接走了, 外面都是对我的讨伐, 我感觉我已经成了网红, 不过事情还没有到最严重的地步, 我手里的底牌还没有亮出来, 以我对陈宇的了解, 他空有一副皮囊, 缺少脑子的那种, 他一个人根本想不出这一招, 很明显, 背后有人, 而那个人很可能是杨紫辰, 看来杨紫辰要跟我好好玩玩了,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, 目光忽然落到了墙壁上, 我跟陈宇还有小叮当一家人的全家福上, 小叮当笑得很开心, 而陈宇的目光平静地就像一潭死水, 怪我太傻, 陈宇不爱我, 我明明能感觉到, 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, 比如我们聊天的时候, 他说的某些话我没有听到, 或者没有听懂, 等我再问的时候, 他就会对我一句, 你听不懂人话吗, 这样的态度语气, 根本不像是夫妻之间才有的, 我忽然想起他半夜找我, 骂我渣男, 莫非我的那个行动有效了, 三天前, 我从小叮当高烧住的那家医院, 拿到了他的检测结果, 小叮当的身体里, 被人故意喂了安眠药, 药量虽然不是很大, 但也会给一个三岁的孩子, 带来致命的伤害, 我费了好大的劲, 终于查到了原因, 原来那天, 杨子晨去了我家, 小叮当不喜欢杨子晨, 就一直哭, 杨子晨看着烦, 恰好前两天陈宇失眠, 从药店拿了包安眠药, 于是杨子晨就让陈宇给小叮当喂点安眠药, 这样他们就可以尽情地欢愉, 陈宇本来还担心, 安眠药会对小叮当造成伤害, 但杨子晨说, 不会, 一点安眠药而已, 那天是我从美国回来的日子, 我捧着鲜花, 拿着在美国买的首饰, 我满怀欣喜, 他们却在我睡觉的床上购合, 还有李其心给我的窗外悬挂赤身短裤男的那段视频, 我也一并发给了陈宇, 果然陈宇慌了, 他回来不过是想试探我, 想要证明我到底知不知道他背着我做的那些恶心的勾当, 陈宇有可能怀疑是我, 却根本拿不到证据, 手机忽然有个陌生人夹我, 不过那张健身房的头像让我立马认出了对方, 这不是杨紫辰吗, 我犹豫了一下, 拒绝了, 这个男人夹我, 不会是脑子里进水了吧, 对方又反复夹了我一次, 第三次的时候, 对方发了一句话过来, 我只好同意了, 那句话是, 我知道你和小叮当做了亲子鉴定, 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, 夹了好友之后, 我把手机扔在了一边, 睡了个舒服的宝觉, 这段时间内, 杨紫辰找我视频通话了很多次, 我敲了几个字过去, 问他找我做什么, 他很快就回了过来, 能见面聊聊吗? 我回, 没时间, 也没有兴趣, 咱们之间也没有聊的必要, 我说了, 我要钓鱼, 我的线已经放得足够长, 我算了算时间, 差不多快到收网的时候了, 当年的我能考上京城这边的重点大学, 我的智商并不低, 我求求你, 只要你答应见我一面, 我愿意为我犯下的错付出代价,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, 我体验到了握住病人咽喉的快感,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, 你来我家, 我想不用我告诉他地址, 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, 二十多分钟后, 门铃响了, 打开门, 杨紫辰有些狼狈地站在门口, 我把他让了进来, 想想真是可笑, 我们会为同一个女人, 在这种场合, 以这种方式见面, 我点燃一支烟, 坐在沙发上, 漫不经心地问他, 应该对这里很熟吧, 杨紫辰也不傻, 既然我说出这句话, 那就证明他所有的秘密已经被我掌握, 不然他也不可能急迫地要见我, 你放过我吧, 我答应你, 我跟你老婆彻底断了联系, 而且我还会赔偿你一笔损失, 你想要什么, 我都答应你, 我看着第三下似如一条狗, 在我面前祈求的杨紫辰, 你们一定很好奇, 我做了什么, 其实很简单, 我让斯家侦探调查清楚了杨紫辰的身世, 他们家有一个在政坛很有地位的人, 我只是把杨紫辰跟其他女人的私密视频一起打包发给了他, 那人掌握着杨紫辰的生死, 我的那些视频很明显起了效果, 杨紫辰被踢出了家族和公司, 甚至要被赶出京城, 杨紫辰这样的公子哥一旦离开家族, 在社会上就等于是一个废物, 女人跟他在乎的地位金钱相比, 根本不堪一提, 他那么聪明的人, 稍加思考就能想到幕后的指使是我, 放过你可以, 不过你要帮我演出戏, 我在杨紫辰的耳边低语了几句, 对了, 还有小叮当, 我看着杨紫辰, 他应该比我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, 一切都在计划当中, 陈宇在小叮当的抚养权上, 丝毫不退缩, 而我在的助力下, 岳父很快被判了刑, 一年的牢狱生活, 足够他接受教训, 陈宇最近反而变得嚣张起来, 开始在网上直播, 作为最近爆火出轨事件的核心人物, 他不停地发视频, 编造我是个渣男, 我做了对不起他的故事, 吃瓜群众看个热闹, 还有很多人在评论里留言, 要娶他, 说我这样的男人不懂得珍惜, 简直就是暴殲天物, 陈宇长得好看, 有男人喜欢也正常, 我不就是喜欢他的普罗大众的男人之一吗, 我第一次发现, 陈宇编故事的能力不一般, 这样的人, 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作家呢, 陈宇向法院对我起诉了离婚, 说我外面婚内出轨, 希望法院能按照离婚协议进行宣判, 同时, 他也在朋友圈高调宣布他的新欢, 杨子晨, 我有些嫉妒, 结婚五年, 他何曾发过关于我的一条信息, 在这一点上, 我不如杨子晨, 此时的陈宇春风得意, 看似马上就能嫁入豪门, 而我想要看到的结果, 很快就能实现了, 陈宇跟杨子晨订婚的消息, 传遍了整个京城, 他们还给我发送的结婚情节, 让我参加, 陈宇是想看我打脸, 是想让我看看, 跟我离婚后, 他绑上了一个钻石王老五, 一个身价过异的富二代, 他们的婚礼在一周后, 据说选择了京城最豪华的酒店卡尔顿, 既然陈宇那么好心, 盛情邀约, 如果我不去, 岂不是太让他伤心了吗? 他们婚礼那天, 我穿了最贵的西装, 刚出门, 就看到一辆马萨拉蒂停在门口, 车上, 身着白色香边雪纺裙的李其心, 冲着我笑, 莫非你, 我早已猜到, 当然, 这种场合, 如果没有我, 就一点不精彩了。 李其心打趣道, 李其心的到来, 简直就是锦上添花, 我当然不会拒绝, 到了卡尔顿, 人很多, 远远地就看到, 陈宇向我们投来的充满敌意的目光, 今天是他和杨子晨结婚的日子, 而我和李其心的出现, 完全夺了他们的风头, 肆意上台, 一大段祝福新人的话, 你愿意嫁给杨子晨先生为妻, 无论背后的LED显示屏上原本播放的两个人甜蜜的婚纱照, 却在忽然之间换成了两人亲热的画面, 接着是一个男人挂在十九层的窗外, 摇摇欲坠的画面, 然后是陈宇从窗户探出脑袋, 借着匆忙离开的画面, 人群立刻喧闹起来, 众人的目光看向陈宇, 视频里的杨子晨是打了马的, 尽管视频里的男主角就是杨子晨, 陈宇的脸色立马就变了, 陆续, 你混蛋, 我不会放过你的, 如果今天不是他大喜的日子, 不是这种场合, 他会毫不犹豫地砍了我, 他忽然抢过话筒, 大声地说道, 大家好, 我是今天的新娘, 你们不要误会, 这是小人渣男故意陷害我的, 视频里的男人, 正是站在我身边的老公, 杨子晨先生, 情侣之间亲密并不为过吧, 他的目光转向杨子晨, 似乎再等杨子晨的一句, 他就是视频里的男主角, 他瞪大了眼睛, 张大了嘴巴, 完全呆住了, 因为杨子晨的那句话, 对不起, 我不是视频里的男主角, 说完, 扔下话筒, 匆忙离开了, 陈宇坐在地上, 眼神呆滞, 妈妈, 一个脆脆的声音响起, 我让人把小叮当抱了过来, 周围传来了虚的嘲讽声, 一切都如我所料, 一切都是最完美的结局, 回去的路上, 李奇心看向我, 陆续, 没想到你真够腹黑的, 我笑笑, 爱我, 你怕了吗? 李奇心摇头, 我有个疑惑, 你能回答吗? 见我不说话, 他继续说, 我想知道, 小叮当是不是你的孩子, 你猜, 我笑眯眯地望着李奇心, 我笑眯地望着李奇心,